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施罗德效率这么低,为什么还能稳坐首发,在胡人VS提湖的比赛中? 丹尼斯·施罗德,全场比赛30分钟,14中4,3分7中1,罚球4中3,拿下12分5篮板,4主攻3强段,命中率28.6%, 3分命中率14.3%,打出了一场效率直稀烂的比赛,最高光的时刻,就是连续两次抢断亚历山大沃克朗, 但其实施罗德最大的问题,并不是进攻而是防守,施罗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防守漏洞, 施罗德身高1.85米,臂展2.03米,体重78公斤,他有着惊人的爆发力与速度, 但他没有出色的防守意识与技巧,他跟保罗,被狐狸掌,顶级后场防守者不同, 施罗德是一个以进攻为主的后卫,组织进攻对于他来说,都是次养, 但在胡人,这支防守型队伍中,他还要出人先发,这不是有些搞笑吗? 施罗德是胡人防守效率,倒数第二的球员, 防守效率最差的是维斯利·马修斯107.5,丹尼斯·施罗德是106.2, 本赛季安东尼·戴维斯多次被炮轰防守滑水,所以他防守效率104.9排在倒数第三, 在胡人四套,竞负分最多的阵容中,都有丹尼斯·施罗德的命中, 而这四套阵容,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守,第一套百回合竞负52.6分, 防守效率为141.2,根本就是送人头,丹尼斯·施罗德在场, 就是一个送分童子,施罗德面对的空位基本,都是比他高比他壮, 所以他很难限制对手,本赛季施罗德防守对方突破, 对方原本平均命中率为58.7%,但面对施罗德时,突破命中率提升12.1%, 也就是达到71.8%,施罗德这防守,也是没谁了, 他本在技场均30.9分钟,拿下14.1分,4.8触攻4.1篮板, 一抢断0.21,盖茂2.365,命中率41.8%, 3分命中率34%,场均命中1.2个三分球,这样的数据, 其实还不如他上赛季,在雷霆打替补,试问他有啥资格, 要求打先发空位。很多胡人球迷都希望他去打替补, 最令人无奈的地方在于,他已经开始与胡人谈,提前续约了, 他可以在2月16日前,与胡人达成4年,8300万的续约合同, 也就是,军星超过2000万,27岁的小黑, 有着天然的防守软肋,他配得上,这样的大合同, 库兹马才三年4000万,波普才三年,3900万而已, 文言小白,安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